Lio聊世紀 天梯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羅馬人對上波蘭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基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羅馬人 羅馬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步兵開架 點一防就給予兩防 所以羅馬人呢 城堡時代的常見兵壓制 是非常非常強大的一招 那羅馬人呢 他的修理建造還有這個 採集資源 對我這5%的加成 所以羅馬人到後期 經濟實力算是很不錯的 那羅馬人呢 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打這個步兵 百夫掌還有這個奴炮作為主力 好 接下來介紹一下波蘭人 波蘭人最大的特色是挖石頭的時候 會產生黃金 而且在大中原旁邊撒下這個農田 可以獲得8%的食物採收 所以波蘭人的經濟來說是非常好的一個文明 那波蘭人呢 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打漏馬 後期可以轉弩 強奴還有這個戰錘兵作為主力 整體來的也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這個大衝車火炮也都有 玩起來是蠻舒服的 好 最近蠻多職業的選手都在玩波蘭人 可能就是剛好隨機到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波蘭 波蘭對上歪歐的羅馬 兩邊都是一個算步兵文明都能打 起兵文明也能打的文明 這就有點意思了 OK 那先來看一下 波蘭這邊是怎麼打封建時代 先來看一下金礦的部分 金礦在前方稍稍有點難受 這個金礦不太好 但果子在後方還行 那前面的話稍微小微 微過來 小微是OK的 但金礦會移動在外面壓力會比較大 那在前期來說的話 波蘭人不會那麼早挖進 前期打一個步棋作戰 打這個棒棒啊 或者是打這個槍兵啊 落馬 或是打這個戰錘兵防守 都OK 黃金不用那麼早啊 所以可以稍微小微一下也沒有問題 而且這名小微的話 可以省下非常多的木頭 就可以撒下更多大莊園 進行這個資源的優勢 那YO這邊呢 是金跟果都在前面 這就顯得有點尷尬啦 這個金跟果在前面 就會有點難打 而且也不太好圍 右邊也沒木頭 要圍的話也只能圍到底 整體地圖的感覺 是比HERA還要更差的 因為他這個金呢 副金也在前面 那HERA有個金是在後方的 另外一個基因是在更前發一點點 整體的硬 看起來HERA這邊是滿適合 波蘭這個文明的打法 那HERA這邊是打一個19P 點鋒劍十代 支部技術已經補下了 並沒有偷支部 打得相當的穩 波蘭人本身村民也會回血喔 這邊YO開大招 四人前置 然後蓋軍營 可能要來插箭塔 但YO這邊很講武的 還把這個羊還給了HERA OK HERA趕快小圍一下 這邊YO是打一個槍矛前壓 補了一根箭塔 直接插在臉上 HERA直接拉了一些村民想要過來打 但是這邊直接上十強 但是這邊還是摸到了 好 這邊有摸到 真的就安心 我趕快再洗一根箭塔 那現在YO這裡有槍兵的優勢 HERA這邊落馬過去會被戳爛 那現在軍營在補後面 趕快按槍兵出來防守 好 箭塔這邊已經蓋好 趕快把這個箭塔給蓋起來才行 現在抽一杯射 趕快收村 好 收村 收村之後 這裡的箭塔也能拆得掉 因為這裡的箭塔已經被兩隻村民給開打了 這裡要修的話成本很高 好 那右邊確實小圍好了 這裡要圍嗎 這裡不圍 直接圍左邊 不管怎麼圍好像都有點大 這裡好像不錯齁 這裡可以圍到底 但是前期是HERA有偵察到的話 才可以去這樣圍 前期這麼早開戰的話 應該是沒有偵察到的可能性是偏高的 好 那看到正面進攻不成 YO決定要來鬼轉右側 槍矛繼續前壓 HERA這邊是點下一集農田 待會要來灑農田了 好 大棕林在裡面 相當舒服 兩個大棕林灑下也不會受到傷了 好 這裡馬上補了一個四級 還補了兩個新的房子 這兩個房子感覺可以再補在更前方一點 偏裡面了 那月裡面的話 就意味著YO的這個大棕林的農田的空地就越少 如果補得再更貼起一點的話 這裡至少可以放兩個大棕林 好 那這邊就有三個大棕林 可以爽爽撒農田的 好 HERA這邊是繼續按村民 然後槍兵沒有繼續按 看到這麼多毛病 有點捨不得按槍兵了 這個槍兵越多的話 月龍被毛病給解決掉 裡面放幾隻槍兵稍微防守 就行 後方也沒有打算直接圍死 反而是補了一根箭塔 先行防守這塊木區 那HERA應該是意識到 這個木區應該是會被控制住的 所以並沒有打算要去 去補這個箭塔 或是要去放這個伐木藏上去的 打的就是一個穩 我在左邊伐木 就穩穩的伐木 死守這個木區 這裡沒有守住就算我輸 好 YO由於已經拉了四村在前面投資的關係 所以現在支援量 會開始被HERA給拉開了 這四隻村民可能一直走來走去 插箭塔 支援獲得並不是相當理想 好 這邊有箭塔 YO應該是看到了 你這裡有箭塔沒關係 我這邊補一根 或是貼的再更齊一點 還是可以收到你這邊挖伐木的村民 好 這邊有補了一個新的亮望塔 亮望塔補完 感覺是兩邊會同時蓋好 好 這裡直接收掉殘血的肉馬 OK 四人塔弓繼續壓制 HERA這邊反應非常及時 好 紅田繼續穩定發展 後面蠻多人在挖石頭 六人挖石頭 但是這黃金產生的有夠多啊 甚至黃金量可以點下城堡時代 那HERA這邊有個細節喔 他其實可以把這個房子給刪除掉 然後派遣直接上悬 用拳頭去打 好 這邊拉了一隻村民去修理一下 先燒村 好 沒有看到毛兵 所以不太敢輕易的去把這個房子給刪除 好 這裡會被箭塔射 重新補一個 繼續插塔 HERA這邊是點下了一級射 再打一下射程 就可以射到後面蓋箭塔的村民 還有十秒鐘 好 踩到這根箭塔 哎呀 不用一級射也射得到 哇 這個箭塔難起了 這裡馬上又補了一根新的 你插我 我也插你 那HERA這邊是拉了非常多的村民 在應對這四隻村民喔 有點小虧了 好 但十隻村民 都住進這個箭塔裡面 來往塔 搞定這個箭塔速度非常快 哇唷 這個箭塔應該也要放棄了 好 好 那這個箭塔不行 那我在後面再補一根 哇唷 這邊也看到這個情況 哎呀 我又插心了箭塔 你又過來插了 啊 一直插 一直爽 就是這個意思 好 但這邊 箭塔 槍矛 無具箭塔 直接往前 當然想要騷擾 但是這根箭塔快要蓋好 哇唷 還是一樣 想要繼續蓋它去 好 但HERA已經點下了城堡石彈 肉類優勢的加成喔 實在是非常舒服 兩片大莊園就差不多了 好 那這邊可以再繼續補這個大莊園嗎 這個仙人掌又把它砍掉才行 這個仙人掌有點擋 以前在玩破爛的時候 這個仙人掌是不能放農田的 好 那看一下YO 補馬人 這邊是差不多要來升城堡塞了 開始慢慢轉出弓兵 待會神蟹肉 又要來升城堡 好 這邊就可以收村 這裡要刪除 好 繼續收 把這個箭塔 拿掉就行了 YO這裡並沒有放棄要繼續插箭塔 那HERA這邊待會上城堡石彈 看要不要直接在外面補一個 新的城鎮中心 那現在HERA是完全沒有黃金的狀態了 都是在靠石頭 去挖黃金出來的 好 左邊又補了一個新的箭塔 快喔 一直插 一直插 好 掘了一個馬卡 先打輕騎兵戰術吧 輕騎兵的話這邊先補個馬舊如何呢 馬舊要補嗎 欸HERA這邊是沒有補馬舊的喔 又補了一個軍營 欸 雙軍營 難道是要打長劍兵 波蘭長劍兵 有可能嗎 好像有 好像又沒有 可以考慮一下 要不要升個裝甲武兵 那為什麼這邊要投資一個馬卡呢 這個 波蘭HERA一個迷惑操作 好 又補了一個馬舊 欸 雙軍營 他是忘記左邊有軍營的嘛 應該不太可能 但這個馬舊真的確實看不出來 他的意圖是違和 好 那HERA這邊是轉出了新的 馬舊 你現在三寶師帶來第一時間不能按騎兵 這有沒有可能是按錯的啊 這個軍營 感覺這個軍營是按錯的啊 現在HERA有點小小的尷尬 哎呀 這個沒有辦法正常啊 開農 好 後面這個大裝備 OK 看起來非常的舒服 那這個空間不知道能不能夠 再下一個大裝備員繼續灑呢 好 正兵想要補塵的東西 但是槍矛弓已經往前了 騎士也出來 外遊城堡時代升級上去 要轉騎士嗎 好 不轉騎士 先轉弓兵 毒兵二級射 先馬上補下 好 這裡槍兵再用個騎士吧 不然這個擋不住 好 直接前置修道院 好 修道院蓋好 村民反擊肉馬回去 騎士想要過來 阻止抓掉這些村民 三女趕快按 好 再一刀 手一村 哇 牆壁過來 這隻馬有點危險 好 現在騎士三隻了 但是都有點殘了 看要不要回家補修道院補下血 好 先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哇唷 羅馬人的奴兵攻勢 開始出現一點效果了 好 直接要來前壓寶 壓在臉上 但是HERA已有足夠的石頭 可以去蓋城堡 但城堡決定要蓋後方嗎 哇 YO這根城堡又是蓋起來很虧喔 HERA這邊有看到嗎 這蓋把要取消了 下面這個城堡要取消了 取消嗎 還是 哇 這個直接蓋在臉上 很虧 看來是要確定蓋起來了 YO這時候在臉上蓋寶 HERA似乎沒有發現 忙著控這些奇兵 YO也在家裡把這個洞給補好 我們這個墓區有點稍微危險 這個城堡中心確定是沒了 那這裡工程七製造所 看要不要按個衝車 但是後面有工程七製造所 也可以產衝車出來反擊 所以HERA應該也不太一定會產出衝車去解這個城堡 好 那HERA這邊補了平軸還有輪軸技術 把後面的這個黃金給先控了下來 3TC往下面繼續開啟 後面補下了更多新的農田 好 騎士收掉槍兵 這裡要不要打打木牆 給對方一點壓力呢 好 HERA這邊是先行開農 不管這根城堡 那這邊開始在轉出擺夫長了 擺夫長很有可能 待會不會從正面直接衝進來 這裡要不要有一個大石牆防守呢 放個城門防守也不錯 好 這個尖塔只用白夫長 我來開始解 現在HERA3TC 選擇雙TC農 這邊要3TC了 但現在波蘭能打的方法 就是可能要這邊上帝王 出帝王 趕快把這個城堡拆掉 那看要不要直接轉成縱裝長槍兵 但是這一坨封兵跟毛兵也是蠻麻煩的 好 白夫長拆劍塔很快 好 殘血的騎士收掉 喔 這邊HERA沒有要上帝王Style 鬼轉貴族特權 這邊如果生帝王的話 可能會被秒殺 來喔 這邊擺夫長 一直繼續渡親繼續 好 轉貴族特權 提示只要30塊 好 雙馬就 好 騎兵鎧甲二級補下 但是有點缺肉了 波蘭會缺弱 波蘭後面趕快再去撒農田 這裡也可以再撒一個 當然就是五個大中原吧 五個大中原 給的肉量非常足夠 右邊快要守不住 現在 魏族特權才剛好 要量產騎士還需要一點時間 雙馬就好像有點慢 但是在更多馬就的話 也沒有足夠的肉 可以轉出更多的騎士出來防守 好 還是要補第三個馬就 這樣肉類已經來到緊繃 好 HERA這邊大中原資力 直接把肉補到300多 騎士上前 但是這邊大中原被踩 大中原被控 不過來我就會很難受 還是先解掉後面的弓兵 後面弓兵被打了一下 但是這邊變成防守模式 沒有繼續主動攻擊 HERA這邊要記得改成主動模式 好 財務長稍微也反擊回去 後面兩隻騎士繼續追殺後方奴兵 奴兵的血量掉得很快 正前方的騎士快要擋不住 但三馬就四馬就 開始在爆騎士了 會主特權拯救世界 或懶懶的爆馬戰術 又要來了 又要來了 比村民有點小 有點微 哎呀 被砍了有點多村民 又要在11村 現在是66村 打入6村 兩邊都是村民持平的狀態 把這個洞補起來 農田繼續復根 後面補了一個新的大中原 這裡只灑了5片田 大中原也有這種灑法 就灑一半就好 那這邊也可以補一個 待會再補一下 這邊其實也可以補 5片田 每補一個大中原也可以獲得5個人口 現在HERA意識到 你的兵變少了 應該是在開農 你在開農 那我就去給你壓力 逼你出兵防守 趕快去你家看一下 那現在鳳蘭人有異攻的傷害加成 打村民只要4刀 所以YO家裡要把一些修道院做防守 OK 森女有蛋 好 這裡燒 燒一下燒一下 康兵印過來 不然我們太夠 燒村被打破 YO這邊經濟有點 有點糟糕 弱不太行 YO這邊就去報騎士 OK 正面的聖女也解掉 後面還有一隻聖女 應該可以遭響到這隻殘血的騎士喔 欸 果然遭響到了 好 趕快再拉兩隻騎士過來解掉 好 現在騎士到處在進攻 兩隻騎士去蹲這個聖女嗎 欸 結果最後不蹲了 趕快往左邊打 左邊有非常多的村民 沒有地方可以逃了 這裡有上一隻村民 在這裡 無處可躲啊 這裡只要硬騎的話 直接開打 就是賺了 好 繼續騎 繼續騎 聖女再往前 Aura這一波已經打出了自己的優勢來 現在75吋對75吋 村民術還是持平的 娃娃這邊防守還是做得不錯 好 村民術只是少量掉了一些 並不是非常嚴重的狀況 好 娃娃在家裡 的狀況快要解好了 但正面衝車已經存了4台 哪時候存的啊 騎士配衝車 這是破爛城堡時代最強大的工程方法 好 實在衝車應該沒問題 先拿下這根城堡 這一波衝刺之後 現在娃娃家裡一片狼藉 正面部分城堡也快要不行 Aura的衝車配騎士 這個打法非常地優秀 好 騎士趕快解掉這根堡 好 後面有個百部長在抽打 好 衝車解掉城堡 好 正面中解放 黃金可以多回來 直接鬼轉4TC 欸 現在是3TC而已啊 還沒到第4個 好 衝車趕快把家裡野外的建築物全部鑽除 好 這些騎士可以考慮往前 好 但是大量槍兵正面接戰 Aura會打起來 我覺得會打 因為槍兵次量其實不是不是很多 娃娃這邊會想要用拉打的方式 去解掉這些騎士啊 好 這裡好像不能拉打了 這邊直接高打第一 娃娃沒有空 直接對面應戰 反正能戳幾隻騎士就戳幾隻 但是完全戳不贏 算兩二級的鋪兵台甲 但是槍兵的體質還是差了一點 數低血而已 好 這裡趕快再繼續爆槍兵了 槍兵生女是歪歪現在能夠拯救自己的方法 波蘭的貴族特權就是這麼的無 無情爆兵啊 各位選人大量爆騎士的玩家們 波蘭人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好 這裡槍兵繼續追 好 騎士往前 後面的騎士過來 好 這邊手推車補下 還有25秒 這跟TC應該是蓋不起來 現在HERA的村民宿已經慢慢打開來了 83吋對99 現在YOT的黃金有點爆炸了 好 衝車把家裡周圍的建築物拆得差不多了 右邊還有兩個房子 趕快再踩一踩 繼續讓YO卡人口 好 但這邊騎士沒有想要繼續正面硬打了 這裡好像越打越虧 斬出一些戰隨兵 好 但騎士要打贏正面也不是問題 看這邊高打地要不要打一下 YO決定要讓HERA下平地跟他打 但是HERA並沒有想要跟平地對打 兩邊的意圖相當明顯 好 但這邊好像沒有空的關係 所以騎士上前打了一下 HERA省失一些騎兵血量 好 戰隨兵過來了 戰隨兵是世紀帝國 唯一可以破甲裝備 破甲單位 這破甲單位非常好用 尤其是羅馬人這個 防禦特高的情況下 敲了四下 防禦直接歸零 YOT這邊直接鬼轉帝王時代 HERA這邊黃金不太夠 主金剛拿回來 戰略第一時間被砍掉 好 這邊是招翔戰隨兵 而不是騎士 當然有意識到 戰隨兵在這裡的影響力 會比騎士還嚴重啊 我怎麼覺得還是招騎士 比較好的感覺 好 正面騎士 死了非常多的數量 但最後還是突破了Wild的正面 好 這邊也補下了帝王時代 二級的步兵鎧甲也繼續提升 戰隨配騎士 好 大家會再轉個大衝車 哇 這個都更效率喔 一齊棒啊 那羅馬人要打這個部隊的話 可能要轉武炮 或是衝車出來了 那這邊也可以打 打這個軍團兵喔 那軍團兵現在升級 不知道還來不來得及 現在資源量不太夠 光是按槍兵 可能就按到快沒有資源 好 這邊還在升級了 光是兩步兵升級上去 防禦兵也滿身 打軍團兵的話 是有機會打得贏波蘭這個搭配組合的 好 那家裡沒有石頭 可以補城堡 這裡有跟城堡防守的話 會比較安心喔 好 現在我先來組進被壓蜘蛛 哇 這個地圖啊 真的是對歪歪來說太不友善 黃金都被剋得死死的 好 黑魯拉這邊只給一個逆勢反轉 帝王世代還有一分半 快要升到帝王世代 先升級了奇兵 軍團兵待會要再慢慢升上去 開始拆除正面的 待會可能會有點卡人口 快要要再補一些房子 好 這裡又補 並無常補一個新的 好 軍團兵這裡買賣一下 升級上去應該沒問題 好 大量強兵 直接把騎士給驅趕跑了 軍團兵硬勢點下 三攻 待會要趕快拿一下 喔呦 戰錘兵 好 這些擊兵效果很好 好 這邊用騎士直接硬騎 這邊常見兵 常見兵直接被打到落荒而散 這邊衝刺直接頂到了軍營 後面戰錘兵 解掉了非常多的擊兵 擊兵數量只剩下一些些 騎士繼續往前 黑魯拉一升到帝王世代 先轉出戰錘兵的升級 再加上縱火技術 重裝騎士三級攻 提升了所有的護兵跟騎兵的科技 好 現在黑魯拉的落量已經突破天際 來到三千多了 繼續按騎士肯定相當舒服的 但是現在有戰錘兵還有這個擊兵在 擊兵太多的話還是要靠戰錘 戰錘先升上去也不錯 升個三攻 戰錘兵跟騎士 都可以吃到攻擊力的傷害 好 現在戰錘兵有點打不太贏軍團兵 軍團兵的體質還是比較好 攻擊力特高 而且地下有這個蓄能傷害 也佔軍的話 那你現在還沒用 戰錘兵這邊是精銳了 有三攻的話 就有機會打得贏羅馬毒兵了 好 這邊騎士升級好了 黑魯拉這邊露一點爆量 但是並沒有馬上爆出大量騎兵 是戰錘兵優先升級上去 好 那羅馬人稍微守住了正面 但是黃金要想辦法拿回來啊 現在黃金只剩下右邊這個礦區 這邊這個金要拿回來才行 左邊這個金也是 還有這個石頭 要拿回來回來支援很多 我要趁著自己的軍事上的優勢時候 趕快左右開攻 開始把地圖給空了下來 說的野石野金都是我的 玩到這邊光是反手 就已經精一杯了 現在看起來是很難繼續反手下去 而且出這些槍斃跟軍團兵的弱點 就是機動性不足 黑魯拉看準了這一點 開始打一個多線分推 好 下方這裡有個小打頭 好 戰錘兵打軍團兵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有三攻的戰錘兵 就不一定會打出軍團兵囉 哇 軍團兵直接被反打回去 原來軍團兵還沒有三攻 換起來戰錘兵還是有料的 好 三攻的戰錘很痛很痛 雙方的四隻騎士還在抓村民 YO的村民術只剩下96村 村民術其實差距越來越大 已經來到了快要差距60村的地位 這個要反打好像不太可能了 YO好像要GG了 現在三根城堡直接插在中性的位置 只要一出家門就會遇到城堡 好 這樣YO想趕快蓋根城堡守在正面的位置 好 軍團兵有三攻 稍微能打下了 戰錘兵現在被三攻的軍團兵打 有點吃力 好 趕快用這個霍甲效果 但是沒有辦法 三攻軍團兵太強大 攻擊力16點 好 還有城堡了 城堡後來反擊一下 好 關要到這邊 開始繼續爆軍團兵 村民開始回農 HERA這邊轉出了一些肉嘛 難道是要轉 波爾瑪一騎兵 好 用青騎兵跟軍團兵打 稍微做個交換 好 補下了工程工程師 好 大龍馬補下 精管烈克提克遺產 這樣肉馬就可以獲得 擴散傷害的效果 好 這時候 Wyo已經打出了拒絕 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Wyo這一波 真的太傷了 這一波反打 HERA是打得非常精彩的 第一時間其實也沒有往前衝 反而是穩穩斬出戰錘 截掉了一些槍兵之後 才勇往直前去裡面偷村民 那後面 Wyo雖然抽名數損失很多 那HERA也沒有立刻 馬上再繼續往前進攻 反而是又很穩的 轉出了大龍馬 讓自己的黃金消耗量 變得最低 用這個大龍馬去 無盡的消換 反正大莊園補漏速度很快 另外這個特點 把黃金全部留給巨型頭C 跟火炮還有戰錘兵 然後龍馬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繼續扛住前線 這個效果也是非常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由破蘭拿下了 哇 所有資源勝利 破蘭這邊贏了 肉量還贏了快要1萬2 非常多的黃金 跟這個15兩 雖然HERA的黃金 主金開始被控 但是他不急不慌 在左邊直接開下了一個 新的神聖中心 穩住了附近的黃金之後 證明再把黃金拿回來 這一點算是 蠻經典的天梯交血戰 千萬不要覺得自己的金在前面 就是第一次輸了 先看一下附近有沒有在後面 除非你像YO一樣 主金 附近 都在正前方的情況下 那就真的是沒救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好看 請記得按讚